回到我们免费DSE 魔卷的第六题 如果在看这段视频的你还未问我 拿那个免费魔卷去做的话 就可以在这段视频的视频里 找到我Facebook Page 的连续 然后按进去 然后直接信息我 我就会发送一份免费的魔卷给你了 就是这样 现在这里就是第六题的位置 就是6A 接着它就说在直角座标系统里面 O是原点 接着有AB 两点 然后A 绕原点逆时针 逆时针旋转270度去到A' 然后B 圆弯反射去到B' 那就求AB 的座标 首先 逐点逐点来 A' 究竟怎样计算呢? 这里有个A 叫做34 34其实就在CAST 里面的A 那一格 即是你的右上格 好了 绕原点逆时针转270度 如何逆时针呢? 就是这样 这样为之的时针 是的 270度之后就应该会去到 你的右下角那一格 右下角那一格 那个S 就会是正 而那个Y 就会是负 是的 然后就是 因为270度是一个 90度的单数倍数 90乘3都是270 所以就将这个4和3的数字倒转 所以答案就是4-3 好了 接着到B' 好 B'的位置就是 将这个4-3 其实就是A' 其实B就是A' 4-3沿着Y转反射 沿着Y转反射的时候 即是将S确定变成负数 所以就是-4-3 这个就是B'的座标 那A'的两分 1A加1A就是这样 好 接着第六题B' 好 第六题B' 这一部分他就问了 OA究竟是否垂直于OB' 虽然OA'是否垂直于OB' 很简单 我各自计一个斜律 然后看看乘买会不会等于-1 看着这一点的座标 就是-3-0 再随意4-0 等于是-3 over 4 好了 接着 我这些表达 很多文字的东西我全部插走 因为现在解卷 省时间 真正做的时候 然后我要写OA'的斜律 你看看我的marking 我是写齐给你的 接着到OB'的斜律 就是-3-0 再随意-4-0 接着答案就是-3 over-4 这两个乘买是否等于-1 不是-1 这个乘买是9 这个乘买是-16 所以乘买是-9 over 16 不等于1 所以就是OA' 结果是不垂直于OB' 这个其实也有点像2017年那一题 我将它的答案改了 当时是垂直的 但我将它改了 不是垂直 答案 你知道成买不等于-1 然后不垂直 就会有一个A分 接着 计算的斜律 这里 你计算适合一个 就会给你一个N分 对了 那 total 就会有4分 比分那里就是这样 我说得比较快 因为其实如果你问我拿了一个摩卷的话 其实我都已经传了marking给你了 所以呢 详细比分那里 大家可以看到marking 那我纯粹说解 为什么会有这些题 还有怎么做 那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表达都写得很简陋 就是为了省时间 就是这样